三個小時燦浪 今天我們會帶回你的好朋友 國際關係大師沈旭暉的其中一個理念 其實我很反對,撞得太多十種幣 好像他很厲害,下次不要了 我真的覺得是的 有一些牽動著主流話語權的人 你沒辦法不去評論 因為問題是,他說的就是變成潮流 如果你作為一個評論的節目 就沒可能不評論這個潮流 他發明了一個新的字 其實我們之前也想說,但沒有時間 就是後物質主義年代 我看他的文章,因為經常有萬字 有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有關UPA事,有關3D Pinter事 有關鄺俊宇,又關Slasher事 因為太複雜了 我只抽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後物質主義 後物質主義的意思有兩種 第一,就是現實世界已經不重要 那種虛擬世界的認同、溝通、人際網絡 那樣東西取代了現實的方法 這我就不去評論 事實上,其實都不關後物質主義 這純粹是資訊時代 但另一個概念就比較重要 有些政府經常說 我們改善經濟 提供多些青少林的就業機會 你就可以令到年輕人 減少他們的不滿 但在後物質主義的年代 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因為問題是跟我們上集說的恐怖主義有關 因為他們是有一些崇高的理念 他們亦都不再關心現實世界的物質生活 所以就算解決土地問題、上流問題 他們都會繼續跟政府抗衡 如果你不理解這件事 政府是沒有辦法做好青年政策 這就是所謂後物質少年時代 我首先直接說說我對這件事的評論 我首先去看一件事 我絕大部份都不同意這個說法 你想想政治最基礎的概念是什麼 最基礎的概念就是資源分配 那就是分配 如果是一個有優勢的人 當然他就不再需要爭奪這個權力 因為他只要是一個資源分配的既有利益者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這個分配 當然如果分配公平之後 可能都會有人不滿 你看現今總會有些恐怖主義 跟經濟沒有掛勾 但問題是你問我 如果現在所有小孩都有一千尺的樓 然後他上面的老闆斑就清走了 然後就好像80年代末年 你升職很容易 當然就是不會有這麼多人出來去抗爭 那不滿是一個統計學上問題 統計學上多還是少生有的 但你只要按到最少就行了 所以這個後物質主義年度 我覺得不成那的原因 就是你講得太過離地 貼地的說法就是 他們是爭取不到他們理想的那種物質 所以他們唯有追求其他東西 而你連這件事都不給他 譬如那種政策的參與 權力的分配 他就出來搞事 不同角度 我第一次聽這個說法的時候 我直接的反應就是 你今天才出來說 為什麼這麼短時間 我們相比很多時間 都會比這一次的運動 和五年前的潛中運動的時候 那是否五年之間突然間 出現了一些後物質主義 五年前就沒有呢 尤其是你講一些類似的左膠商 你說的是什麼四代 即是呂大樂講的四代 香港人已經是提出了這些 尤其是左膠界裏面 說的是什麼消費 即批判消費主義 那些人已經說了很多年 一直都在說 我們不是要買這麼多 其實呢 說到物質這件事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都會討論 譬如日本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鹽消費主義 或鹽消費年代 就是年輕人現在不再喜歡花錢 即不再喜歡買 應該符合他們階級的車 標 或者紅酒 因為他們的角度來說 因為對將來的前景沒有確定性 那我就不要亂花這些錢 純粹為了印證自己的身份 不想消費 不追求物質消費 是很多國家都出現的現象 但你就不能夠說 即使我改善了他的物質生活 他們都會繼續抗爭 因為背景就是 你試試給那群年輕人 有終身僱傭 有年金 令到他們可以確保自己的退休生活 可能他們就會買回這些東西 即使你不能夠完全拒絕 現在就是說到 好像年輕人不食人間煙火 你總之 即使給他們一個很豐富的生活 他們都會繼續抗爭 我覺得這種說法很離地 我講一講狀況 一個基本的一千尺樓那些 物質生活是麻醉人民的鴉片 即是說爭奪權力 爭奪分配權力 這種心情是人有的 但當你鴉片先吃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 那個心就不會那麼強烈 即是你讓我做皇帝 我隨時都想 但如果我沒有機會成本 我搶做皇帝 輸了就掛了 那都是沒有問題 但問題 當你有這麼多鴉片去吃的時候 於是我就參與爭奪權力 爭奪分配權的心就差了 所以永遠是相對的 第二就是後物質主義 我又不是覺得是後物質主義 因為從古以來 評論一個人的社會階級 反而我們以前 萬事向錢看 在這個世界是比較罕有的 留本位在香港 是 在香港留本位 錢本位 以前的時候 你雖然很有錢 但你很有錢 社會地位不夠我一個官 就算你在中國也是 或者在外國來說 你不夠一個科學家 或者是一個什麼地位 大學教授 是的 那個地位 從來在全世界 除了這幾十年來 這二三十年的香港 在全世界 評論那個社會地位的方法 財富只是其中幾種 來的 這個也不是後物質主義 講幾多 只不過因為 你之前在香港 見過二三十年中 你這個人扭曲了 你就變成一個變態人物 好像我也是 所以整個社會形態變態了 所以就是這樣 我覺得反而是很正常 現在是回歸正常的狀態 而不是以前是不正常的 你覺得回歸 這是不是這幾年發生的事 剛才我講的法 五年前的時候 是否不同了 還是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同了 就是你爭奪權力的環境 沒有了 以前為什麼那些人 不會出來抗爭什麼什麼 就是他覺得在啟制上 有他的位置 就是估物論那樣東西 多麼不公平 起碼我都可以去選 我起碼都可以找一個代理人 在我這個議會發聲 你覺得DQ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這是不太關那種 物物質事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代表了這個政府的人 就是消失了 以後我想向往那種 就是應該這樣說 我如果不能夠擁有我自己的物質生活 起碼有人可以在這個體制裏 嘗試幫我爭取 估物論他爭取成功為失敗 這個幻想 都可以爭取更加好的東西 現在你物質又提供不到給我 其實是兩樣東西 物質你一下都提供不到 近十年八年 我反而不是反對的意見 但是我想補充 我想補充的是 現在是我已經對物質放棄了 因為我知道 永遠沒有機會追求物質 我覺得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 在我作為一個反對地產爆權來說 我是覺得很失望的 就是那些人 我會心想 你就算提多了供應 我也是買不起房子的 明白嗎 所以大家已經放棄了 即是說以前的人 我覺得 你知道多了供應 那些房子便宜了 我就買得起了 但是現在就說供應 所以現在大家是 買了姚從嚴那一套 就是說 你提高供應 我都買不起房子的 那我就不如跟你 死過吧 這個就是攬炒派 攬炒派 這個連輯其實都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 你以前為何香港人會被扭曲 為何你一切向錢 因為你錢可以某程度 滿足到我在權力上 利補回 現在你在物質上 滿足不到我 那好吧 我起碼在權力分配上 你給我一個位置 那他發覺 沒有 樓我永遠買不起 為我發聲 為我代表的權力代表 你又在議會上消失了 那你什麼差都沒有 那就是出來作反 好的 我經常都說 民主是一種權力社會主義 如果是社會主義 就是每人派錢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權力 就沒有人派一票 你沒有派一票 你現在我沒有了社會主義 我錢的社會主義有沒有 權力的社會主義有沒有 那我就問 我什麼都沒有 本來我沒有錢法 我還有一票 你求我 你求我 現在我的票都沒有 社會主義就是 我現在的票 或者我選自己人都沒有 我覺得是一種 你deprived for both profit 兩樣東西的問題 既然背景是這樣的 你覺得怎樣可以解決到 現在這個非後物質主義少年的問題 如果是權力是沒有 是可以代替到他們 某程度上 因為無法解決消費這個問題 你說給他們少許權 所以你說派錢 為什麼沒有用呢 其實不是 買不到嘛 你派得不夠 你派8千 你現在就派很多 還有就是 你得罪了那些人 你才派錢 和你未得罪他們便派錢 都是相差的 我覺得 你叫我說的話 我由藍絲變為紅絲 由金絲、藍絲變為紅絲 其實唯一的方法 你要解決那些問題 就是鬥地主 就是洗牌 就是洗牌 大家洗一個人 但是問題是 如果是洗完 在原本那些有錢佬 洗了那些大陸的有錢佬 那些年輕人都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現在洗了大陸的 但是你問我 其實都不是沒得搞的 至少你的政府有個姿勢 就是我把一些東西優先於青少年 現在你看看 整個政府的政策 就是一面倒向年老的社會傾斜 他經常開口 都是說人口老化 所以我們要對老人家更加好 所以老人家搭車有兩元 公屋可以優先分配 所有醫療的東西 我們全部都要由老年那個 即是年輕人變成年輕人 你不要說實質的東西 你連這件事都沒有做到一個姿態出來 你就很難令到那些年輕人覺得 他會有一個分配之源的優勢 其實他集中在那些很優勢的社群 不是弱勢社群 即是CV主義 優勢社群也有天花 通常都是這樣 你搞來搞去搞去 自由黨 或者青年自然 全部都是Top 10% 但問題是 這不是Top 10% Top 10%都更好 因為我覺得自己有機會進去 現在真正有記得 你一是Top 1% 你連那10%的人都不滿 更何況想進去那10%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我就算進去那10% 我還是一樣是輸的 我還要跟你玩這件事 現在有些泛民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 你起碼要參考 那你放些KOL進去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老人家心目中的KOL 就真的代表了社會聲音 但實際上 有很多從來沒有人看的KOL 才是真正代表年輕人 即連年輕人的代表的人 在哪裏你都不知道 你去找劉明偉 或者你問我 你找沈又輝的人進去 我就真的覺得 你不會解決到青年問題 所以我之前寫文章 其實幾個禮拜前很早 建議政府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 大家都說了很久 就是成立那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是多些人說 另外一個更加少人說的就是 差不多三四個禮拜前 已經是說 你去正視 就是肯定年輕人對這個運動的犧牲 你都不要說他們做得對不對 他們犧牲了先 就是肯定他們犧牲 他們的出發點 都是想為香港好 或者整個社會好的 你要他們的氣信 不是說買他們怕 就算買他們怕 我就真的要買他們怕 就是你不去面對 他這個這麼大的社群的人 他們只會是 對社會的影響只會大的時候 你不去處理得很好的話 這件事是解決不了的 那現在更慘 他現在越來越 就是跟警察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的時候 即過院的時候 就好像以前看無俠小說 就說 去到那一點就是 恥辱只可以用血來清洗 那你已經是之前 一開始爭吵 變得不太緊要 就是你越來越 就是受恨越來越深的時候 去處理青年問題的話 是越來越難 總共他來說 其實就不是說你滿足了他們青少年的物質條件 就代表了他們都繼續反抗政府 而你既然滿足不到他物質方面的條件 你就只能夠在其他地方感受 除了滿足他的物質條件之外 我覺得就是給他們太少鴉片 就是整件事 你的青少年 就是之前 我都說以前的青少年 我們小時候的年代 就是 暴動之後最重要的是成立就是TVB 大家就是追星 跟著所有都是用這種方法 其實你把香港的青少年 你叫他們愛國 就永遠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叫他們變壞 變脾是全部都可以的 就是 全部的那些 就算 老實說 大麻法化都好一點 現在網上的娛樂 就是全世界的娛樂 你很難像TVB 去用一兩個 即是可以主流去到 令到大家都接受停留的娛樂 有些韓星、動漫 搞到十樣八樣 你問我真的 如果有大麻法化可能真的會 老老 其實我只是說一件事 如果拿東西和發化 我未見過人拿東西 會跑出來暴動 我實說 會暴動 但是 我這樣說 你拿什麼東西 如果真是大麻的話 六、六、索聯代 那時候 LST 即是他吃一堆東西 吃完之後 都可以很反政府 問題是他做什麼行為 他不可以打 你不可以打 你不可以打 變了不勇武 全部都不打 做兩件事就搞定 是不是 即是有事情 即是這個尤惠真是 尤惠真是有政治前衛 即是尤惠真是有政治前衛 尤惠也沒有地方 你尤惠也沒有地方 你尤惠也沒有地方 你尤惠 尤惠不會上街 我給你選擇 你去上街打 還是跟女兒在打整天 我任你選擇 那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你打招東西也沒有地方 你沒得救了 如果抗爭那天 女兒去打招東西 那你就不去抗爭 很合理 你現在沒有地方 現在你就是沒有地方 那你沒有地方 你沒有地方就出來 愛國是多 你可以在車上搏 可以回家搏 你不要說命 全部有很多免貴的地方 不要說招東西 就算親熱一下 現在你在街上都被人拍片 那我當然要拍攝 沒錯 有很多精靈 我便發事在你身上 即發事在你林鄭身上 好 這次就到這裏